大家好 我是劉榮宇宰Peter 今天晚上你想要喝哪 台灣人呢 非常喜歡吃海產店 那劉昂壽司也是 那一般我們去吃海年大家都會想說 為什麼不外乎就啤酒啊 基本上劉昂壽司也很喜歡帶葡萄酒去吃海產店喔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推薦幾款 適合到海產店搭配的葡萄酒吧 等一下 欸怎麼了 我們今天準備了不一樣的 就是不能讓你這麼輕鬆可以喝酒又吃肉 然後呢 這樣太爽了 所以我們今天幫你找了一個特別來賓 看你旁邊的空位了嗎 有 他今天就是要來跟你搶食 我們今天呢就準備了參套熱炒必吃的料理 因為每上一道菜你們都要跟我們玩一個遊戲 你的的話才可以吃 輸了的話 那你就旁邊看這樣 啊我可以喝酒嗎 當然不行啦 你就是工具人 什麼 連酒都不能喝 NO 那你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嗎 好 那我先這個挑戰 好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耶 大家好 我是曾泉 終於可以讓我來上流浪四九四的頻道了 你知道我拍了這麼多集 我超想要上來在鏡頭前面認認真真的吃東西跟喝酒呢 怎麼又是你 每集都是你 每集都是我在拍的 好 台戰開始 皮特你到這種熱炒店或海產店你最喜歡吃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最喜歡我覺得是 勾渣裡的菜波龍這一道 喔 其實它蠻工夫菜的說實在 怎麼說它很工夫菜 因為基本上你菜波龍要煎的好吃 其實你本身火火要控制得很好 如果是我的話我其實我會比較喜歡吃肥腸 為什麼 我跟你講肥腸處理得好不好 也是那一家店的工夫 怎麼說 如果它沒有清理的乾淨 有些店的肥腸吃起來會有一個 腥味 對 腥味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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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流浪四我就帶三款 不同的九款來搭配我們三道 很經典在海坦店會搭配的料理吧 那挑戰開始吧 那誰先 黑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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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女生 黑 黑 我贏了嗎 沒有啊 黑白菜 男生女生 黑 遊戲大師 好 好啦那我選擇後手 好 那我先 我先 好那第一題你準備好了嗎 OK來吧 好 第一題喔 你叫什麼餅 今天妹妹吃飯了沒 你的心理是多少 我忘了帶開瓶器耶 你現在在想什麼 我早上忘了吃飯 啊 這樣就不對了 呃 好 那接下來換分泉囉 等一下讓我冷靜一下 好 我來 好來 準備好囉 好了 你知道什麼名字 我喜歡紅色 你的錯話是什麼 我忘了倒垃圾 你去找到心情哪裡 一笑自知 唉唷 唉唷 欸沒有啦第一輪 先來挑第一道菜 好 你剛剛說你最喜歡吃哪一個 菜脯能啊 好我選菜脯能 哈哈哈哈哈哈 啊跟你講菜脯能要配什麼酒啊 蛋料理喔 它很難做葡萄酒的搭配 因為本身蛋呢 你吃完蛋之後 你再喝葡萄酒 它會組成你的味蕾 所以你吃到就會很多那種 蛋的腥味 喔 所以呢 今天我們推薦的是來自 義大義 剛下酒莊的 Moscato Da Asti 那這款呢 它是使用Moscato下去釀造的 微甜微氣化不好酒 用來搭配蛋的料理呢 會非常非常棒 而且Moscato它本身會具有 非常漂亮的花香 又被俗稱為 把梅酒 是一款很適合拿來當 早午餐使用的酒款 尤其搭配蛋的料理 真的是超棒的 把梅酒 把梅酒 我是妹 不是 但它很適合配菜脯能 所以我有沒有不想跟你喝 幹嘛 好啦先給我 好吃吃看吧 這款男生女生都會喜歡 你建議我先喝還先吃 你可以先喝一口 好來 金黃的色澤 氣味非常的芬芳 甜美 然後優雅 喔 你說它微甜 微甜 然後帶有酸 甜中帶酸 它喝起來 有一點點蜂蜜 靈魂愛玉的味道 然後可以試著搭配菜脯能 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真的都不能吃 不能喝 欸 願賭服輸 好 願賭服輸 再喝一口酒看看 因為本身微氣泡 會把一些蛋類的 那種阻塞感給帶中 神奇的事情來了 我剛剛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因為菜脯比較鹹 對 然後加上蛋的那個焦香味 嗯 這個酒一沖下去之後 它把很濃郁的鍋氣 蛋的味道 菜脯能的香氣 是 全部中和 嗯 變成是一種很舒服 然後又有點微氣泡 整個就是 嗨味 比啤酒好喝 一千倍 當然 欸你說你喜歡吃菜脯能喔 對啊 嗯 我先預告一件事情 嗯 我喜歡吃的是肥腸 肥腸喔 好 就看看你第二輪能不能夠把它搶走 可 你搶不走的 就自我 相信我 好來 OK 一樣 決定誰先說 黑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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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攻 先守 好那 剛剛是我先嘛 現在換你先 來啊 好 來這樣很久準備好了嗎 哼 來吧 好 你工作的時候最反應什麼 生氣 你第一名就破功了你 不是他剛剛聽說 我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顆副獎處就是我公司 我的部門 我的合作的部門 angry 我就想說不行我不能對他們生氣 我要跟他們好好溝通 來第二題 你輸啊 第一題都輸了 喔你都完了嗎 就get over了 就拜拜了 不是我以為是三題 沒有 好 換我是吧 好 沒問題 來 準備好了嗎 你走開了你 規則應該沒有說不可以看到吧 沒有 好來喔 你最喜歡的藝人是誰 這杯酒 空的 你想說爭拳說什麼 貓咪怎麼在睡覺 喔是喔 我現在說不知道菜叫什麼 哎呀那個好像冷氣忘關欸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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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不是 我覺得他第二題就輸了 為什麼 你第二題答的問題是什麼 你想說爭拳說什麼 他回答什麼 哎呀貓咪怎麼在睡覺 對啊 對啊 你不要隨便亂搭槍好不好 你走開 不是我跟你講其實這改變不了什麼東西 因爲我第一題就輸了 你剛吃的話我吃合理吧 合理 合理 好不好 我最喜歡的被你搶走 那當然我要搶了你喜歡的 齁齁 開心 那像這種炸肥腸啊 基本上呢 這種鹹香的炸物 最適合呢 就是搭配 我沒吃 聞聞也不行 可以 你說適合搭配什麼 適合搭配呢 Wracelling 這樣的東西呢最棒 今天我要是推薦這一款 來自德國五星酒莊 Wracehag 的 Wracelling 而且是Cabinet Cabinet基本上呢 它是屬於半田型的 也是所有 德國白酒裡面呢 算是最入門的田型 那用這一款 來搭配我們的酥炸肥腸 是最適合不過的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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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來為你服務啦 為您介紹的是來自 喝酒 夠了嗎 夠了嗎 多一點 夠了嗎 那都是我的 OK 謝啦 好 哇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味道 還沒聞到 那基本上Wracelling呢 它本身會具有一些特殊的香氣 比如像一些 礦石 汽油 水蜜桃 還有一些蜂蜜 花香的味道 汽油 是 汽油味是Wracelling的特殊風味 但必須要種植在特殊的夜點上 才會有汽油的味道 那我們今天來喝的這一款 是來自Wracelling 他們的中山Risling 哇 明顯的那種礦石 夾雜一點汽油的氣息 還有一些那種水蜜桃 白桃那種氣味 甜中帶酸 鮮明的礦石味 而且口感非常的鑽騰 還搭配我們的酥炸肥腸 哇 這個 一定要搭一點這種 蔥 味道最棒 好吃嗎 外酥內辣 還有口味 飽了嗎 瞬間去油解膩 完美 開心嗎 超開心 你趕快給我打過去 我的 來啦按照管理啦 黑白菜 來 等一下 你有玩過瘋狂黑白菜嗎 沒有欸什麼是瘋狂黑白菜 加速版 黑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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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就輸囉 太慢就輸囉 那你們要幫我看喔 太慢喔 黑白菜 但是女生配 黑白菜 但是女生配 我在 你在幹嘛 好啦那 既然你說了 黃豬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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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說了 你先 給你先 好不好 給你個機會 讓你先挑戰 後攻 你家冰箱又沒有什麼 這兩三十幾天就沒事 你昨天晚上 我忘了洗澡 欸那你昨天忘了洗澡 你在這條臭嗎 喔 貓咪呢 你現在想贏嗎 想 我的 沒事好難 我的 我的 耶 好啦那說到糖醋排骨 我們要搭配什麼酒呢 基本上是這種 說真的黏黏的呢 最適合搭配紅酒 那劉王獅子今天準備一款 非常棒的紅酒 今天我們喝的這一款 是來自美國 美國 搬車女神的 Zinfandel 那Zinfandel 那Zinfandel這款品種呢 是美國當地特有的不好品種 原本以為 Zinfandel是美國原生種 那後來經過DNA檢定之後發現 Zinfandel其實它是原生於義大利 只是說在美國呢 發揚光大 因此 Zinfandel它在美國 是非常有名的不好品種 當然 它的品質呢 就是很廣 有很一般的 然後有很 非常高檔的 比如像是老陳 從初級到高級都有 是的 這款呢 是單車女神的Zinfandel 來自美國加州的 我為你服務 好的 好的 那Zinfandel基本上呢 它具有非常鮮明的草莓 或草莓果醬 紅色薑果的特別氣味 然後會帶有一些煙燻烘烤的氣息 是Zinfandel的特色 那本身它是甜度非常高的一款葡萄酒 所以搭配我們這種糖醋 那種酸甜的那種肉類 會非常非常適合 你光聞香氣 會感受到那種烘烤的氣味 然後帶有一些紅色莓果 草莓果醬的那種香氣 有我已經聞到了 其實它在搖晃的時候 非常的濃郁 已經有散發出草莓汁的味道 是 非常鮮明 那它是葡萄 口感上你可以完全感受到草莓果醬 草莓果醬 那種味道 然後帶有一些柔和的丹寧 然後尾韻會加大一點點些許的烘烤 煙燻的氣味 然後有一些那種橡木桶的風味 我們要喝或者聞一下而已 因為 喔 真的 很草莓 你不說我可能很以為它可能是草莓酒 我看 試試看 反正你贏了 可以吃了 是 我知道 這段葡萄果它的酸甜味非常的balance 然後 酸中帶甜又夾在著番茄的味道 怎樣 你要說什麼 你還是不要說好了 我知道你XXX 跟我想說 棒 這顆真的很棒 這段葡萄果醬 搭配酒 它會把酒的酸度 當你全部引發出來 吃的時候 你會感覺肉的味道更加鮮明 然後 烘烤氣味也會讓 整個炸海滾那種炸過的味道 整個更突出 可能我這樣單喝會覺得很柔和 可是你吃了糖醬白骨之後 你再喝了這一口酒 你會發現它的酸度 甜度 甘明 會double的往上update 瞬間昇華一個程式 我跟你們說 我不相信 那不然呢 除非讓我吃吃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給好朋友喔 也別忘了追蹤 喜歡我的留言 我喜歡我的IG跟Facebook喔 阿有問題 在底下你要讓我知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